高雄市議會正式開議 市長陳其邁帶領局處官員 震驚為座 不過在場外卻是一片腦轟轟 高喊反對核實進入高雄 前霸捷發言人 也是鳳山區議員參選人徐尚賢 帶領民眾在議會門前抗議 20多位員警嚴正以待 防止衝突發生 除了我們自己 我們的衛生局 每年的檢驗量能之外 成大 平科大 等等這個機構 有策略聯盟 達到大概一萬 一萬件左右的一個檢驗量能 對於抗議 陳其邁平常心看待 而議會罕見的 在市長試真報告與質詢前 首度安排專案報告 主題是食品安全 被認為是議會對陳其邁下馬威 我們都尊重議會的決定 專案報告裡面能夠向議員說明 但最緊張的應該不是陳其邁 而是議長曾麗彥 謝謝議長 市長 議長錯喊市長 讓緊繃的開議增添笑聲 大會這回安排四個專案報告時段 除了實案議題高雄券 另外太陽能重電 以及先前的303大停電 也很可能成為焦點 今新聞中央林謝嘉玲 郭俊宇採訪報導 好 各位注文 昨天有 deform件lit 錯喊市長 不光榮 不是 多少 只有 老 訪問